hello大家好我是豆豆 前面呢有网友问我 法国的小数点该怎么读 特别是Pi3.1415926 法国人该怎么读呢 好奇法国人的数学读书能力 我竟然沉思了 因为我突然不确定了 然后我就问了我的法国朋友 我觉得没有人比这个回答更准确点了 因为我这个法国朋友呢 他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 成绩特别特别好 法国总统历来都是那些学校出身的 重重的考试才能进去的 然后他是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去 从来没有花过学费 他跟我说他挣了多少多少钱 只会有奖学金那种 然后现在拿到准备公元考试 我就问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说Pi怎么读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读过 首先呢先跟你们分享 法国的小数点简单的怎么读 比如说2块9毛8 超市里总会带分的 超市里都是几块 几毛几分 都是这样子的 很少有两块整三块整这样子的 比如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三块一毛8怎么读呢 就是三 豆号 十八 法语里有一个单词叫做 就是豆号的意思 就像我们中文说 点一样 三点一八 那么那个点不是圆点 而是一个 豆号 圆点是另外一个单词 那么三点一八呢 他们就会念作 三点十八 或者是九点九九九呢 就是有三个九该怎么读 因为我们不会把前两个九读成九十九后一个九落单吧 这个呢 是三点九百九十九 然后关于拍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法国人怎么读呢 我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读过 然后他又想了一下 他说读三 豆号 十四十五 是这样子读的 我说那要是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六九一种往下念 后边该怎么读呢 因为比如说是三点九九九 那我们念三点九八九十九对不对 但是如果后面那么长 我们都无法往前数 你总共能说几亿多少多少多少点吧 然后他说 他说这个我们真的没有读过 没有想过 想了一下他说 如果是14.150 那么他会念14.150 但是如果像我刚刚说的情况 就是14.2568890 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会念14.2568890 就会都好像后面一个一个念 因为后面太长了 我也知道嘛 如果说是三位两位的话 他直接就念几十几 或者几百几 然后很长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读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 法国人的小数就这么读的 下期视频给你们讲 法国的分数怎么读 那些 pepperoni的小数就会说是三位的小数字 这就是四位的小数字 就是四位的小数字 但是四位的小数字 就会儿子有没有回答到自己的小数字